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邀請到來自高知識專業的舞者 同時我們也帶來新的舞步 那我們現場有暴名的民眾 還有我們漢神巨蛋 以及漢神百會的員工呢 從九月起就開始每個禮拜 不間斷的練習 甚至真的要學會 把舊的舞步再練習一遍 以及我們要學會新的舞步 那就是為了在這一次 我們日本物產展的時候 呈現最完美的一個紀錄 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麼專業 這麼厲害的舞蹈表演喔 好的 緊接的跟在我們專業級的後面呢 就是我們穿著桃紅色衣服的 漢神巨蛋 以及漢神百貨的員工 由我們漢神百貨 台灣GC喔 南夜球界域行長 鎖定軍喔 那我們的員工真的很厲害 我們一樣都是從此而言 就開始一直每個禮拜 不間斷的練習喔 就是希望拿出最好的舞步 跟最專業的舞蹈 想要讓大家可以感受 來自於日本 那這是最原汁原味的舞蹈表演喔 那歡迎大家呢 待會兒也都會跟著我們 遊行的隊伍呢 一起到B1 B1我們待會兒也要 會有一個另一點的表演 接下來呢我們會一路 遊行表演到8樓喔 到8樓我們的日本物產展現場 帶大家來逛逛 我們很厲害的日本物產展喔 所以歡迎呢大家 我們現場的民眾呢 可以跟著我們遊行隊伍 一起從B1呢 一起來到我們8樓 我們的日本物產展活動現場喔 那待會兒呢 我們6點還會有一場 這場非常厲害喔 我們會把我們的 遊行隊伍跳到我們的 漢神百貨去喔 沒錯 你沒有聽錯 就是漢神百貨 所以待會兒呢 有興趣的民眾也歡迎大家 可以跟著我們的隊伍 一起到漢神百貨 6點呢 還會有我們今天的第三場喔 今天我們的最後一場的表演 在我們的漢神百貨喔 那明天呢 一樣會有三場的表演喔 是從下午的1點半 3點半跟6點 那在1點半的第一場呢 會在我們漢神百貨舉辦 3點半跟6點的兩場呢 都在我們的漢神巨蛋喔 所以歡迎明天有興趣的朋友 一樣可以跟著我們的遊行隊伍 一起來到現場 一起跳舞喔 好的 那跟在我們 桃紅色的漢神巨蛋 跟漢神百貨 員工後面呢 是穿著我們 藍色的制服喔 就是這次我們開放民眾 自己喔 報名來參加喔 那這次我們民眾真的很用心 也超很厲害 每個禮拜一樣 跟著我們的員工喔 還有我們日本專業的舞蹈的老師呢 一起來學習這次的舞蹈 所以大家真的都非常專業喔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 也可以跟著我們的民眾們 一起來加入我們的舞蹈隊伍喔 這舞蹈呢都不會太難喔 都可以 大家可以跟著一起跳一起學習 來感受一下這個很難得的一個 日本的紀典氣氛 好 那跟在我們藍色衣服後面 我們穿著我們紅色衣服呢呢 是來自於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序的同學們喔 那這次同學們呢 也一起來共襄盛舉 用不同的 一樣用專業的舞蹈呢 來帶給我們現場的民眾 有年輕活力的熱情喔 那跟在我們紅色衣服後面呢 是穿著黃色衣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超可愛的小朋友身影 就是來自我們 蒙風時代舞蹈學院的小朋友們呢 他們也用不同的舞蹈來喔 來改良心 由莎科技的一個舞蹈 來帶給大家 來感受一下不一樣的紀典舞蹈 那其實由莎科技呢 它其實都是只有一種舞蹈喔 它才有非常不同的變化 像日本這樣子的紀典呢 每年都會在夏季的時候 在我們當時製作舉辦 其實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大家會跳不同的舞 可能不同首歌 或是不同首歌 用同樣不同的舞蹈呢 來做呈現喔 那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精神呢 就是最道地的 最日本 原汁原味的一個 日本的紀典精神喔 歡迎大家可以跟在我們小朋友 超可愛的身影後面 一起跟著跳喔 待會呢 我們優先隊伍呢 會進到我們的B1進行表演 那在表演之後呢 一路會搭乘我們首歌帝 來到我們八樓 八樓原就是我們這次 日本物產戰的活動現場喔 所以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們呢 可以跟著我們的 員工還有我們專業的舞蹈 表演者呢 一起在游行隊伍的後面 如果想要自己跳 你們都可以跟你們一起跳喔 我們有興趣的 我們到底還有我們的活動 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已經進行這次 它蠻有的 藝術的學習活動 好 要是有的 要是有的 有的 要是有 要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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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知道 這次是我們第二回 進行這個日的 游泰科爾大紀元的活動 那去年呢 是我們手作舉辦喔 一樣就是我們這樣非常專業的高知識政廳 有些廢物一些很高興的幫助大家一起 帶領我們一起這些這樣的紀典表演 今年呢 我們在八月的時候呢 一樣就是有我們的 鄭白霍 台灣主的CEO 南野熊 電子行長 帶領我們鮑魚的民眾 還有我們漢神白霍 也是他從這邊的員工呢 一起到我們日本高知識 一間最像高知識的 在這邊的高知識 來的紀典的表演 所以一月的時候呢 我們高知識的先生們 也就是想要來跟大家一起 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舞蹈性的表演 所以呢 之前有機會的 來自你高知識政廳的舞者呢 一起看到我們高雄漢神巨漢 待會兒呢 會到我們漢神白霍 兩款呢 一起共襄膳食 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精采的 紀典舞蹈表演 歡迎各位朋友們呢 待會兒真的跟我們紀典的表演囉 待會兒呢 我們的三點半現場 結束之後呢 第二節也會在我們 在同學做一個活動現場 我們來漢神白霍 一樣會有看著很厲害的 遊山後遺祭典遊行表演喔 所以喜歡我們遊行 祭典表演的朋友們呢 待會兒一樣 也可以跟著我們的隊伍 一起到漢神白霍 進行這樣子 很厲害的一個祭典表演喔 那這樣子的遊行表演喔 一共會有六場喔 剛才1點半結束第一場之後呢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場 然後待會兒 在6點呢 在漢神白霍的第三場 明天 明天下午的1點半呢 一樣會在漢神白霍的 我們在我們的第四場 接下來呢 就會來到我們漢神巨蛋囉 來到漢神巨蛋囉 來到漢神巨蛋的話 就是3點半跟8點 大概大概6點 就會有一些 我們這樣子的遊行祭典表演 都會由我從我們的 翼龍廣場出發 然後一路由其到我們的B1 然後再從B1呢 搭起手機 邊跳喔 邊跳向我們日本 8樓的一個活動會館現場 帶大家到我們最精采的一個 日本物產展的活動現場喔 我們也希望呢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這一次呢 我們在漢神巨蛋的8樓喔 其實從今日市到11月19號呢 就會舉辦 非常精采又厲害的 日本物產展活動 那這樣子的物產展活動呢 一路到11月19號 可以在我們的B1呢 那同時有非常多 在這日本道店的美食 以及牧場喔 所以歡迎待會兒 唱一表演的朋友們 可以到我們8樓 參觀學過的 去參加我們道地的日本美食喔 我們要聽同時間才能 在台灣美食喔 我們要聽到這邊也有 這些人啊 大家要聽到這邊也有 他的歌詞 也會不會請到沒有 唱一首歌曲 在台灣美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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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美食喔 在台灣美食喔 在台灣美食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